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做这个频道教学相长 其实我真的也学到不少的英文 而且不只是英文而已 我的世界也有拓展出去 因为有接触到一些 我的舒适圈接触不到的东西 包括今天要讲的这个诺贝尔诗人 要是今天没有安妮塔 分享了一下下 在我的留言底下说 老师能不能介绍这个 我也不知道 竟然有这么棒的东西 而且也有一些网站上也介绍过了 所以我也其实从别的网站上 拿了一些翻译起来的资源来看一下 所以这是一个诺贝尔诗人 他的名字被翻译成几百零 OK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Rudyard Kipling 这个Rudyard听起来 其实很像Rodger你知道吗 可是我也听到有人把它念得 非常翻译很像Rudyard 可是我找了一下 好像就Rudyard Rudyard Yard 发音大概不重要了 我们来看下去 而且他的中文翻译 我刚刚说 他的翻译源自于读者文哉 1993年9月号的翻译 好 来 我们就看下去吧 其实里面有大概 只有几个字 算是我觉得比较值得看一下下 我认为比较少见一点点的 其他的部分 就是我们来欣赏一下他吧 第一句说 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by the way 对不起 我这有点乱掉 这首诗叫做如果 就假如 if OK 所以他每一句就是 如果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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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剧透一下 就如果到最后 如果你前面这些 整个诗的那种 如果你都能达到的话 那么我的儿子 你就是个成熟的男人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像那个 麦帅对子祈祷文之类的 为子祈祷文 这有在说什么吗 麦克阿瑟将军 曾经为了他的儿子 写过一个祈祷文 所以这个诗也是一样 如果你能这样 那样那样的话 那儿子 你就是个成熟的男人了 所以这是一个 对儿子的期许 那当然也可以延伸到 对任何人的期许 这样子 所以如果举世 仓皇失措 人人怪你 而你还是能够保持冷静 我再读一次 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所以要是你能够 他这里也仓皇失措 人人怪你 那你能保持冷静 用的是keep your head 保持你的头 而当所有其他人 都在失去他们的头的时候 所以保持冷静 跟仓皇失措 他用lose their heads 来说还算是OK的 而且还在怪你的时候 所以你要是能够保持冷静 的话 good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先中文在英文好了 也不错 假设举世建议 而你能相信自己 还能原谅他们的怀疑 所以要是全世界都怀疑你 但你能相信自己 还能原谅他们怀疑你 好像是一个 很大度的一个人 Right So 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 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ir doubting too 要是能够相信自己 when all men doubt you 当所有的人都怀疑你 你相信自己 而且 but make allowance allowance我们常常 我们台湾的教学 把它说成是零用钱 可是allow 毕竟是允许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你允许的这件事情 允许什么 允许他们怀疑你 怀疑你 OK So make allowance for their doubting too If you could do that Great OK 要是你能不能做的话 很棒 假如你能等待 而不怕等得很累 If you can wait and not be tired by waiting 我看得懂 可以等待 And you can not be tired by waiting 可以 或者在受诽谤的时候 不屑以牙还牙 Or being lied about Don't deal in lies 所以 being lied about 就是 他写成受诽谤 受棒 那 我觉得这个英文 翻起来还是过去的 过得去的 being lied about So people lie about you 例如说 假设你 书读的很高 可是你要说 哦没有啦 他骗人了 他的书都是什么 学店读出来的学历 So people lie about you OK 那你说你自己有180公分 然后他说 啊旁边的人就说 没有没有 他才175之类的 So people lie about you 大家听懂了 So you are lied about 而且 但是你却不会 以牙还牙 他这里用的是什么呢 他用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不是 他用的是 Don't deal in lies 所以deal这个词怎么翻译 Deal你可以把它想象是 像例如说 那个庄家在发牌 叫做Deal 那你 你处理事情的方式 也可以用Deal这个字来说 OK So I deal 有in什么东西 所以我不用谎言来Deal 也就是不用 我被人家骗了 但是我不用lies来Deal 解释好烂 对不起 我常常讲完一句话之后 马上觉得自己说的很糟糕 可是反正录影就这样子 再来或者 所以他刚刚的if之后 有好几个or 所以刚刚说 If you can wait and not be tired by waiting or这个or又另外一个 所以现在这个or Being hated Don't give way to hating 所以被讨厌 刚刚说的是been lied about 现在是been hated 而你不会 Give way to hating Give way to something 这个片语 OK Give way to something 我们把它写完整理的话 就是x gives way to y 也就是x 把路开给了i走 这样子 所以把路让给了i OK So x give way to y 所以你被恨的时候 不怨天尤人 So you're hated But you don't give way to hating 所以你不把路让给了 仇恨这件事情 大概这样子翻译 还过得去吧 好 然后再来 And you don't look too good nor talk too wise 而且你不会看起来太显眼 所以然而别看来太好 话也别讲得太聪明 nor talk too wise 我觉得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建议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humble一点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看起来不要太好 话也不要讲太聪明 cool 然后再来 又继续if下去 假如你能做梦 而不成为梦的奴隶 这个句子讲得很棒 连中文翻起来都不错 能做梦 可是不成为梦的奴隶 If you can dream 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So you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把梦成为你的老板 这样子 所以翻成了不成为梦的奴隶 假如你能思考 而不止以思考为目的 这个翻成中文也是不错 If you can think And not make thought Your aim 所以不会把thought 变成你的 aim 就把你的想法 变成是你的目标 这样子 还OK 下面这句 我觉得就不是很好翻 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 假如你能面对胜利和惨败 而惨败 而把这两个骗子一视同仁 这个中文我说真的 要是没看懂英文的话 我会看不懂这个中文句子在说什么 什么叫两个骗子 What the hell 所以他所谓的两个骗子 其实就是胜利跟惨败 这两个东西 都是人生中的 会让你绊倒的东西吧 或许是 或许都是一种 好我们看英文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ers just the same 我真的也没有更好的翻译了 因为impostor这个字就很难翻 他翻成片子我不怪他 impostor你也可以翻译成假掰咖之类的 假掰的人 你是一个假掰的家伙 impostor 还有一个词叫做impostor syndrome 我顺便讲一下好了 impostor syndrome syndrome是症候群之类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 你已经是一个颇成功的人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 我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之类的 你会有那种self doubt 所以这个叫做impostor syndrome OK 你会觉得 我这一切是不是就 我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我值得受到大家的景仰之类的 impostor syndrome 你觉得你自己其实是个假掰卡 假掰的家伙 OK 而事实上你或许不是 那impostor syndrome 所以impostor syndrome 也不见得是坏事情 因为你还是保持自己是grounded OK 就像假设今天 我今天真的成为一个 几十万几百万的人 subscribe的一个YouTuber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哦 这是Paul老师很厉害 可是我可能还是会觉得 哈 真的吗 我讲的那么烂 我一天到晚讲完一句话 就是哦 刚刚的翻译好烂 所以 我觉得这还是个不错的东西 说实在的 好 所以这就是impostor的意思 所以triumph跟disaster 都是impostor OK 你今天得胜的成功了 可是这也只是一种 假掰的一个虚滑的东西 impostor OK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ers 就把triumph跟disaster 看成是一个impostor 把它对待一视同仁 大概懂意思了 OK 假如你听到你讲的真话 给坏蛋歪曲了 去陷害蠢人 却仍然泰然致辞 哇 这个真的是 我已经很佩服这样的中文翻译了 但是真的 这个英文写起来很难翻 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然后 呀 OK 泰然致辱的部分 就是bear的部分 已经翻完了 我还有我贴错地方 没事 好 要是你能够bear 这个bear的确有就是忍受的概念 如果你能够bear 忍受 忍受什么呢 忍受去听这件事情 If you can b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所以你要能够忍受 听到你所说过的真理 hear the truth that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所以你所说的真理 被这些knaves knaves这个字就的确是坏蛋 OK 不好的家伙 所以你所说的话 被人家给扭曲掉了 而人家把你的话扭曲掉 是为了来去骗人的 OK So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所以 你的真话 给坏蛋给歪曲了 而去陷害其他的笨蛋 假如你能听到这样的事情 还能够泰然致辱的话 就你觉得 OK 我能忍得住 这不容易 说真的 所以你要是讲一些话 就被人家给曲解 然后还拿去骗别人的话 你会不会跳出来说 Oh no no 我不是讲这样之类的 对吧 OK 好 所以这句可以了 来 或者 你能够看到 你曾经拼命维护的珍贵东西破碎了 而仍能弯下腰 用成就的工具去修理 好 Again 这个中文我感受不到它的力量 但是英文可以 所以第二个是 or 如果你可以bear to hear 刚刚那个部分 你能够忍受去听到这样子的东西 你的话被曲解 还拿去骗别人 或者你能够 watch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broken and stoop and build them up with worn out tools 所以你看着 你把你的人生都给去的那个东西 you watch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so I give my life to teach in English right 然后我看到它竟然就崩坏掉了 I watch the things that I give my life to broken so you watch the things broken 你看到这个东西坏掉了 OK 而你看到这个东西坏掉了 你还能够弯下腰 stoop这个字的确就 这个翻得很不错 就是弯下腰 OK 像stoop这个字 有时候我们会用在一些比较 我换个内容让你听听看好了 假设今天 假设今天我们讲一个 真的很厉害的 像郭台铭之类好了 赚很多钱 社会地位很高 可他却能够在龙山寺扫街的时候 坐下来跟街友一起吃便当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他能够stoop low stoop low OK 但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 再换个说法好了 就如果把这个故事转折一下 如果今天郭台铭在龙山寺扫街 他想要选总统 然后他说 你要不要干脆 跟旁边街友一起吃个便当 然后我们来拍一下 然后把它发给记者 This is good press 有没有 然后郭台铭就说 No I'm not going to stoop so low as to sit down with 这个homeless people and dine with them I'm not going to stoop so low 我才没有办法玩这么低 你看stoop low 这个概念 就可以用在类似这样的情节里面 OK stoop low 弯下摇 好 所以 看这些你把医生贡献的去建造的东西坏掉了 然后你还可以弯下摇 用worn out tools来把它重新建构回来 所以这在讲的就是 你看我都可以加减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套去试试看 假设今天我的YouTube频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干嘛这些的 我没有办法重新重拾信心 再干脆从第一集做起之类的 因为我好像前阵子看过一个讲电影的频道 那好像是那个频道组去惹到一些电影公司的人 所以他的一些电影的那些介绍或什么那些的 全部被强迫下片了 所以整个YouTube 所以YouTube这个官方就把他的影片全部下架 那是什么可能讲到因为版权的问题啊 什么这些的 跟古娃末那个可能有点像 然后他就觉得我已经无法走下去了 你要我重新把这个频道建立起来 我做不到 因为前面累积的东西这么多 全部化为乌有 谁有这样子的情绪 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然后还继续走下去呢 这里再说的就是如果你能做得到 所以再读一次 而且还强调用成就的功能 这个warn out的确 我有说过就wear out 就一个东西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就wear out 所以你的工具是warn out的 呀我可以想象要是今天 我的频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已经垂垂牢蚁的时候 我能不能继续做 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啦 我希望我不会到那时候觉得 oh man fuck it 我都已经几岁了 你要我再从第一集做起哦 我觉得我可以 因为我就喜欢这件事情嘛 好来下一个 If you can make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and risk it and risk it on one turn of pitch and toss and lose and 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 and never breathe a word about your loss 好这边的比较长 来我把这边 假如你把你赢的一大堆钱 全部估注一职而不幸输掉 但仍能从头干起 并对你的失利三间七口的话 好再看一次 If you can make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好所以heap就是一堆东西 那你all your winning 这个winning的意思就是 赌来赢的钱 赌赢的钱叫做winning OK 所以这里赢了一大堆钱 的确这讲的是赌 所以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然后你把这一些全部 又在用 就是又下注赌下去 risk it 就冒着这个危险 risk it on one turn 就是一回合的 pitch and toss 这个词我特别找了一下下 再说的是 我们不要讲字典里的definition好了 因为字典里的definition 我觉得读起来 还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我们讲现代人的玩法好了 toss是抛直 pitch也有就丢的意思 也是pitch丢跟抛 它的概念是我讲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玩法 就是我跟你站在一个离墙 可能十步以外的距离 然后我们两个各拿一个硬币 往墙的方向丢 离墙比较近的那个人就赢了 那赢的人就把对方的拿走 然后我们就一直玩 玩到我把你的钱赢完为止 所以这是现代玩法 pitch and toss 所以你懂了 好 所以你要是有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 然后我跟你玩一次pitch and toss 然后全部输给你 好 要是你能这么做 所以 you risk it on one turn of pitch and loss and lose 而且你输了 ok and 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 然后又从头开始 and never breathe the word about your loss 然后而且你对于你刚刚的这个失去大堆钱 还不坑一声 我觉得它翻成三间几口 好像七口 好像是有点点想把它保持成秘密 我觉得这个翻译大概是我在整首诗里面的翻译 唯一一个我觉得 如果可以修改一下会更好的地方 这个三间几口 我个人感觉真的就是保密的感觉 我觉得它原文的意思是 你没有把这个书前放在心上 然后你就是只字不提的概念 ok 所以我刚输了一堆 不用谈那个了 输了就输了 so I don't breathe the word about my loss because what's gone is gone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没问题 再看下来 假如你能强迫你的心勇气跟体力 在他们早已枯竭时为你效劳 if you can force your heart and nerve and sinew 这个 sinew就是肌腱的那个腱 to serve your turn long after they are gone 所以能够 这翻译的大家可以 你能够逼你的这三样东西来去服务你 为你效劳 在他们都已经枯竭的时候 and so hold on when there's nothing left in you 而且就这样继续撑下去 当你的内力已经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这个版本 这里有个left 那另外一个版本没有 so hold on when there's nothing in you nothing left in you 这样子 except for the will which says to them hold on 所以你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你的就是will 所以因此当你一无所有 只剩下吩咐他们撑下去的意志时 你就这样撑下去 ok 所以你的will你的意志力 他告诉你 hold on撑下去吧 好 再来 假如你能够跟群众讲话 而能保持人保持你的美德 或者与帝王同行而不忘群众 if he can talk with crowds and keep your virtue 这个翻译ok啦 跟群众讲话 talk with crowds 保持你的virtue没问题 or walk with kings 跟帝王同行 nor lose the common touch 所以他翻成不忘群众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但我可能会比较想把它翻译成是 你没有失去掉 你的那种 很平凡的那种 对平凡事物的感觉感触 lose the common touch 但总之翻译是一种恶创 我们就不特别说了 if neither foes or loving friends can hurt you 所以如果再继续如果下去 如果朋友跟自由 敌人跟自由 不是朋友跟自由 敌人跟自由都不能伤害你 我觉得这样很好 敌人伤害不了你当然 朋友最好也不要能伤害到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中有时候 最伤我们的世上是朋友或亲人 所以要是你能够这么样的强壮 这么样的stoic 这个stoicism 我一直还有 有机会还蛮想讲的 不过没关系 我先算了 所以那stoic是他的这个形容词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状态 朋友伤不了你 敌人伤不了你 谁都伤不了你 因为你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存在 这个就是有stoicism的概念在里面 好 所以假如人都依赖你 但没有一个人是期望过舍的 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but not too much 可以 这个count with you 我还在想说 难道是跟你一起计算东西吗 people count with you 不是的 所谓的count with you 就是to be important to somebody 所以这里的其实是 这些人都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OK 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像假如说我跟你做一件事情 你跟我一起合作 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不合作 我就做不下去 so your cooperation counts with me 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counts with me so 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所以大家都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是没有人是重要的过头的 所以我觉得 大概是我刚刚说的有点 这首诗的翻译大概这个地方 我也会觉得 可能可以多一点进步 OK 多一点进步 不是依赖 而是人对你来说重要 可是没有人重要的过头 我的父母很重要 可是没有重要的 他们如果有天不在了 我会devastate it 不需要 我的很好的一些朋友 很重要 可是没有说是过头的 这样子 好 再来 If you can fee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对不起 不是mineute 先读中文 对不起 有点顺序乱 假如你能用相同于60秒的奔跑 来填补毫不容情的一分钟 again 这句我也是觉得很难翻译到位 但他们已经很棒了 If you can fee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with 60 seconds worth of distance run OK 要是你能够 就是你能够活人生的一分钟 用什么方式活 用长跑竞赛的60秒的 就是值得跑60秒的这一种心态 所以总之就是用一个 很努力 很grinding的精神 来活每一分钟就是了 大概是 OK You can fee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他强调这个 人生每一分钟都是unforgiving的 都是unforgiving怎么翻 不能翻译成不原谅你 但大家懂意思了 因为forgive是原谅 unforgiving就是人生的每一分钟都很残酷 然后你就用60秒的努力 什么努力呢 就是拿来长跑的努力 所以我用grind这个字 所以像我都已经grind了400多几块500几了 ungrinding 所以60秒的worth of distance run distance run就是长跑这样子 我们就不再看他中文的刚刚的翻译了 所以要是你能做到这一堆东西的话 终于这一句不是if了 因为我连刚前一句都还是if 他的if句终于结束了 Yours is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这句话其实是个导装句 So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is yours 地球跟地球里所有的东西 也就都是属于你的了 所以地球和他所有的一切就是属于你的 Yours is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And which is more You will be a man my son 而啊你将是个男子汉 而且最重要的是 而啊你将是个男子汉 好 所以我们就鉴赏完了这首诗 我觉得写的是非常好的 我看到了网组 我找了网站上的英文翻译那个网页 也是一个老师他生出来的一个网页 他说他从小把这个诗背起来 那我没有他的幸运 我是45岁才遇上了这首诗 我大概也不背他了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深刻 很棒 所以谢谢安妮塔推荐自首诗 让我们去欣赏一下下 我是Paul 下次见